这几天啊,美国的华人因为一个事儿挺上头的 就是因为前几天董王遇刺的时候啊 纽约邮报就说啊,刺杀董王的这个枪手是一个华人 当然了,我在这先跟大家说明白啊,我说华人主要是为了过审啊 甚至我只是想让大家好受啊,人家原文写的就是Chinese 所以说你说这种就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报道啊 导致现在很多华人都不乐意了,包括很多纽约的议员也不乐意了啊 就出来骂这个纽约邮报,但是其实这个不用听,你不用过脑子你就知道是造谣 这个事儿发生的当天很多人还记得我直播间问我说 哎,张思亮听说这是一个华人干的,我第一时间我就说不可能 啊,华人能这么有种吗,是吧,某些群体能这么有种吗 但凡要是能这么有种,能像今天这样吗,不可能不可能 我一听我就说这绝对是小报造的谣,那这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当时都可以作证啊 那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事儿啊,就是很多朋友就说 那你作为一个正规媒体,你都敢这么造谣了吗,对吧 哎,你这么大的报纸,你这么造谣,那还得了啊 美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很糟糕啊,你看他们现在都这么无耻了吗 我拿起礼一下纽约邮报,大家就懂了啊 这个纽约邮报啊,它名字叫纽约邮报啊 虽然说跟纽约时报差一个字儿,但是其实就差的多了啊 先跟大家说一下美国这边普通的报纸,我们通常啊知道的这些报纸就是比如说什么CNN啊 比如说什么啊,纽约时报啊,华盛顿邮报啊,这些虽然都是大报纸,但他们通称为自由派报纸啊 啊,民主党控制的这些报纸呢,虽然说它也敌视中国啊,但是相对来说,稍微能偏中立一点儿,它就算造谣你个东西吧 它也得有多少有点实距,它也不会百分之百完全无中生有啊 但是不一样的是,你像纽约邮报这种报纸,它就可以完全无中生有 它是美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,它成立于1801年,但是你们知道现在纽约邮报归属于谁吗 归属于著名的传媒大亨莫多克统治,这个一说出来大家就都明白了啊 莫多克旗下的报纸就没有太正常的,它的旗下的报纸基本上都是右翼的 而且基本上是以煽动性强,以八卦性强,以胡说八道,基本上不报道事实为准绳和依据的啊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,那不对啊,你就这么黑人军共和党报纸吗 我再说一遍,我说的不是共和党的媒体,我说的是莫多克旗下的媒体 包括福克斯,包括纽约邮报,如果大家不信啊,大家可以去谷歌一下啊 美国人看看怎么评价这两家媒体 我猜你能搜到的最多的一定是煽动性强,胡说八道,八卦报纸,小报 啥也不是啊,那基本上你就能搜到这样的东西啊,这不是我说的,而是很多之前 他们以前造过了很多谣,人家去起诉他们,这是人家当年福克斯自己说的 我们就是娱乐报纸啊,我们就是小报啊,我们就是八卦新闻的,我们就是以造谣为主啊 是你自己非要把我当成一个新闻媒体的啊,那所以说你活该被骗,你赖谁啊,这就是人家自己的态度,最终这个官司还赢了 那人家一个八卦娱乐小报呢,自然就是说啥是啥了,你总不能跟一个八卦娱乐小报当真吧,对吧 那毕竟这个社会啊,八卦娱乐小报还是多的事,就像啊,很多人说,那拖鞋打航母,那难道是假的吗 是吧,全网都在说,那就自媒体再说,你要是信了你就傻,就这种东西啊,就相当于是纽约邮报说这个东西 纽约和其他大量的媒体给自己的定位差不多就是这个,但是它在别的地方的媒体怎么样我不知道 反正纽约邮报和这个福克斯基本上就是这类型的媒体啊,所以说经常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拿着福克斯的报道来言之道道跟我说 张思雯你别打脸了,你看福克斯都这样说了,我当时我就想笑你知道吗 这就相当于你拿了一个美国的爱国大V的这个事来跟我说,张思雯谁谁,美国都说了啊,拖鞋打航母了,你还不承认拖鞋能打烂航母,那确实是啊 我跟你说啊,你要给福克斯和纽约邮报这样的报纸一双拖鞋,它不再能打航母,它还能打月球你知道吧 所以说这种报纸啊,就是一些娱乐小报,所以说你看啊,你现在一说你是不是心里好受点了 那可是朋友们说,那他为啥造谣中国人呢,这难道不是敌视你吗,对啊,这就是敌视你啊 而且我告诉你,为什么他说中国人更有时效性,因为这个事一发生了以后啊,你想啊,肯定世界震动吧,肯定大家都不敢猜测吧 大家都觉得这是大事吧,哎,我如果站出来说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话,立马这目光是不是就沾过来,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受众是啥人 我都说过啊,董王的受众,在美国几乎全是3D,3D中的3D,剩下不3D的基本上都是想蹭董王流量的,包括共和党的这些大佬 因为他们本质上不只是董王,但是董王的这个名头太大,所以说大家都趁着就是蹭这个流量 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就是最近的万斯嘛,对吧 万斯是从把董王骂成希特勒,把董王骂成一个啥也不是,然后慢慢为了这个当副总统,然后现在开始舔了,就舔成这样,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啊,这个人还是变化会很大的啊,你想3D喜欢看啥,喜欢看阴谋论呢,你记住啊,阴谋论永远是跟智商成正比的 我就没见过一个智商正常有正经职业,有钱的,有家事的,有身家的人相信过阴谋论 只要是相信阴谋论的,包括网上给我留言的,我就没见过正常人啊,这个大家不要生气啊,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说出来 那或许吧,你见过哪个精英或者人中龙凤信这些东西的啊,或者是你看到什么自媒体给你拼接的东西 你看张测令,哪个媒体哪个人都是阴谋论啊,这个确实是啊,这个我没话说,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那既然你的群体是这样,那你就一定要搞一个有阴谋论煽动性的标题 我还是这句话,在美国什么新闻能比大国博弈中美之间产生问题更大的话题啊 而且他的粉丝全是这么一伙人,你想想啊,东西都有煽动性啊,而且这东西一定要快 时效性,什么叫时效性,一定是别的媒体都在等警方通报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东西写出来,先把这波流浪掐了,等到第二天你知道不是的时候 他这一天的流量已经装够了啊,已经把这报纸,包括把这新闻,把这媒体,记者啊,都捧出去了 你看大家都记住这事了吧,对吧,至于事后你骂他,骂就骂了,反正也不是你一个人骂我,骂我的人多了啊 骂我的人说我造谣的人多了,还有人去告我的,你可以去告我吗,你告我我就说我是娱乐小报,你能把他怎么样,你也没办法把他怎么样 所以说啊,他就是利用了董王这些3D群体啊,就是要制造这么一波流量 他不是为了祸水动饮,这祸水就没法动饮 因为当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以后,不说24个小时肯定没打脸 共和党也不可能让他这么干,单纯就是这媒体 他去在他的3D群体的身上割一波流量,就是要赚这一波钱,知道吧 这就是快钱,这就是我们现在竟然看到的很多自媒体啊,第一时间先造谣 什么凯特王妃嘎啦,什么夏洛特公主嘎啦,不全是这种吗 什么俄亥俄,什么半俄亥俄都没人住了啊,这些截图我都留着呢 什么哎呀,什么什么都已经死光了 所以说你看啊,他们为什么这么说,因为知道随着时效性的发展,肯定会被打脸 所以说在正规媒体在等消息的时候,我先把谣造了,先把这流量给掐到我就赢了 比较著名的还有那个真理材料,大家记得吧,什么辉瑞高管,那哥们压根就是一假的 辉瑞高管爆料啊,其实辉瑞早就知道怎么怎么回事 但是送你一句话,智商检测器,你要是信了,你就要小心诈骗电话了,很有可能就会找到你 这就是为啥支持董王的那些小报媒体爱造这种谣的原因 我太知道我的支持者都是一些什么人了,这帮傻子的钱不骗,骗谁的,你们说是不是这样